为什么人需要理想? 因为理想是一朵火花 火焰虽小,却可点燃生命的激情 这里是理想之所 为什么我们要珍惜现在? 现在在物理学中是一个相对概念 只有过去,只有将来,没有现在 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 这里是学术沃土 为什么要学会选择? 最好的选择未必是选择最好的 择其所喜,爱你所选 谁的青春不是为了爱一场 这里是热血之地 为什么只拼脸就能在学习 为什么这大城市学院会成为你的选择? 为什么学了这么多编程,依旧造不出一个机器人? 因为计算机类专业主要开发用于机器人行为控制的核心软件 缺少电子和机械专业的硬件配合 小富难为无米之吹啊 为什么你们假期都自愿加课? 尝试失败之后,再取得成功真的会上演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不断尝试让不同的艺术灵感碰撞 为什么读新闻只能做记者? 这可是误区哦 现在可是新媒体的天下 人人都有麦克风 不论是企业营销还是视频内容生产 都是传媒人挥洒青春的舞台 为什么法学院总能孕育出律证精英? 法学院设有校内实信基地 与法院、检察院、律所、政府部门联通 打造校企法证平台 法学院学子不管在哪都能大显身手 为什么学好外语却要被关进小黑屋? 黑暗中亮起一盏灯 因为这里是模拟同生传业的房间 为什么创新实验班学生 被称为黄浦学院 微电子创新实验班 对接浙江大学威纳电子学院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一楼实验室为你开小灶哦 为什么商学院的学生这么受企业欢迎? 商学院拥有经济管理 两大学科的交叉融合优势 从这里开始 商科精英成就之路 这车这么棒 为什么还要反复测试? 车没坏过 怎能上赛场? 正如人 没有跌倒过 怎么能攀登高峰? 为什么段树民院士选择加盟医学院? 段树民院士自2016年起 一直担任学校省重点实验室 神经损伤修复新把点及药物研究 学术委员会主任 自然对我们医学院青睐有加了 为什么说新西兰UW学院是明星学院? 全英文授课 小班化教学 可获双学位 拓宽国际视野 提高快文化沟通能力 塑造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怎么样?就是独具明星范儿 听说杭州城市大脑研究院 落户浙大城市学院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为什么要把这个研究院 放在浙大城市学院呢? 因为我们学校 要为杭州的数字智力第一层建设服务 也要为我们学校的打造 全国高校数字智力第一校服务 这两个功能都需要研究院参与期间 这大城院 热烈欢迎各位爱问问题的同学 来学校读书 我也是一个爱问问题的校长 我也是一个爱问问题的 谢谢 嗯 嗯 嗯